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美羊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个困扰 每当有一些稍微正式一点的场合的时候 出门总是找不到衣服穿 我自己的经历就是 每当到那个时刻的时候 试了一大堆的衣服 都被我穿了一套全黑出门 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 但是那一套全黑 往往穿的就是很保守 经常到了场合里面才后悔 哎呀穿的太低调 所以这一套不是说 在这种场合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样可以避免穿黑色 其实应该顺着我们的思路去 怎么样可以把黑色穿的出彩一点 穿的不那么单调 首先颜色来讲全部都是黑色的 所以的话就是非常显瘦 非常稳妥 非常有安全感 但是我在造型上面 选了一个稍微有点特色的 这样的一个造型 这件的织法很特别 它是一个很密很密的一个针织 这样子低溜它 你都觉得它会有一个回弹的一个感觉 所以在这样紧密的织法下面 它会可以形成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腰身 不像以前那种 所以雷德荒 或者它是一个很硬的材质 这个的话它是软的 传的 所以穿起来就会有垂感 有垂感之后 你的收腰就不显得那么顺硬 也就不会显得那么膨胀 它会显得你自然写瘦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做的腰身 其实是介于我的肋骨中间的这个位置 我的小肚子 其实在这个腰线往下的地方 所以哪怕是怀个小月份 或如果没有小肚子 真的坐在那边吃得很尽性 吃饱了以后 你的肚子也不会吐出来 就真的到后面 比较疗开了以后 你的人的状态依旧还是很放松的 如果衣着让你是很尽量的状态 其实你是很难尽量到 那个氛围感里面去的 就有一个设计会显得人比较显高 手臂粗的 跨空调的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包裹感 还是非常有安全感的 这样就穿 然后全身是那种会往下弹的那种感觉 配去拎个这样子 有点设计感的一个小包包 装点小屋实样什么的 也可以起到一个点缀的作用 裤子的话 我觉得安排的就是简单的 这种写瘦的支筒裤就可以了 这个下摆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可以让你的屯形 就是完全遮住 吃饱饭之后肚子比较大的就知道吗 也不用担心 因为它会完全遮起来 腰线加持了 所以这些地方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这套整体的一个建筑感 我觉得是在宽肩 席 长腿 而且非常的利落 也不会有那种过于夸张的感觉 也不拖定 非常的得体大方 这套的话其实上班 稍微换一个包包就可以了 不习惯穿高跟鞋的女生呢 可以去选这种黑色 然后上面有点小点缀 金属的有设计感的鞋子来穿 这个搭配也是不错的 但如果想让腿显得更修长 我觉得小小的一个跟鞋 还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那这套呢 完整的搭配就是这样的 因为它是黑色 所以它可以适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很多很多的场合 哪怕是穿一个人字图 我觉得都还挺有法的 OK 今天这套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